基隆市中山区中和国小缺乏学生上下学家长接送专区的问题 不仅家长重视,孩子也关心 因此示意袁张炳君邀请学校、里长以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再次办理会刊 原则上希望比照市中心区信义以及仁爱国小在特定时段 设置临时家长接送区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中和国小其实也是我们中山区最大的校区 但却在我们上学跟下课的时候 其实家长在接送的时候其实都有轮车抢到的问题 那今天特别召开的会刊 就是希望来去比照我们仁爱区仁爱国小、新一国小临时停车的问题 针对我们早上、中午跟下课的时段来去增设这个时段 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安全的来去接送自己的小朋友 让他们安全无意的上学跟下学 当然这个部分牵扯到我们跨部门的协调 秉均也会在找起我们交通处、公务处跟教育处 大家来共同去讨论 找出一个最好的方式 能让提供给我们家长来顺利的接送自己的小朋友 同时也秉估我们交通的安全 让意外减少不要发生 张秉均表示将把这项建议提交给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研议 寻求短期和长期的改善方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